南宋纯西年间 在江南陆顺昌福汝阴县往西二十里外 有一个重义乡 乡中有一个叫李纯刚的老木匠 他的手艺精湛 做出来的活非常精细 镇上很多富商都喜欢请他干活 不过李纯刚却有一个怪脾气 给富人干活时 每餐要大鱼大肉 给穷人干活 只要有粗茶淡饭 就心满意足了 这一天 李纯刚正在家门口叫徒弟徐凤年 刨木头 他见徒弟有些心不在焉 便训斥一句 师父领进门 学艺在个人 你已经跟我后面学了两年有余 这样的手艺何时才能出师 因为在木艺界 流行这样一句话 三年学徒 五年伴足 七年才能成师父 徐凤年跟着李纯刚 后面做了两年多的学徒 不过他凭日理喜欢偷懒 对师父李纯刚传授的木工技艺 总是左耳朵进 右耳朵出 因此两年下来 连刨木的基本工都还没掌握 虽然有句老话说教会徒弟 饿死师父 可李纯刚对自己这个徒弟 却是恨铁不成钢 因为徐凤年的父亲徐霄 和他曾是多年至交好友 对方在临终前将徐凤年托付给他 为的就是徐凤年能学得一门手艺 将来也好成家立业 在那时候 学木匠手艺一般是三年零一节 出师 所谓三年零一节 就是满三年之后 在逢到一个年节日 这手艺就算学成了 眼看这日子就要到了 徐凤年的手艺还是半调子水平 李纯刚是看在眼里 急在心里 师徒俩正说着话 从远处走来一人 站在栅栏外面喊道 李师父 我家老爷要建新房 请大师父您过去一趟 李纯刚见来人 是县里的流园外福里管家孙六 他刚要答应 旁边的徐凤年拉住他小声说道 师父 到年关了 您在家歇着 这趟活就让我去吧 李纯刚心想 自己这徒弟是不撞南墙不回头 这次让他吃个教训也好 便点头答应了 孙六见没请到大师父 脸上有些失望 可是流园外等着木匠建房子 眼前这年轻人既是李师父的徒弟 想必手艺也差不到哪 便也就同意了 徐凤年见这是轻而易举的成了 他顿时有些喜出望外 收拾一些木匠的工具 就跟着孙管家往县里赶去 在半道上 孙六好心叮嘱道 我家夫人脾气不好 你遇见他少说话 他说什么 你硬着就行 千万别顶嘴 徐凤年满口答应 他说主人家只要给钱 怎么说都行 毕竟他这是第一次单独出来干活 处处还是小心一些为好 他跟着师父李纯刚 走南闯北 也有两年光阴了 自然知道得罪东家 那不是砸自己的饭碗吗 这县里的流园外 家中兄弟三人 前段时间刘福老爷子去世 兄弟三人就商量着分家 老大刘仁杰心里念着家里老宅子 住着书坛 他便跟两个兄弟说道 老二 老三 家里的老宅子 我要了 你们另起新居 当然 你们在老宅子站的那份钱 我来补及你们 老大这番话说得诚恳 两个兄弟也不想在这老宅子住下去 便欣然同意了 老二刘福林拿着钱 准备去云游四海 老三刘晓智请了风水师 在城溪选了一块地 准备建一个辉红气派的大宅子 这一次 流园外把县里有名的工匠都请了过来 他每天早出晚归在工地监工 忙得四脚朝天 一会儿功夫都没些 那时候 工匠干活 东家不仅要付工钱 还得贴一日两顿饭 饭菜里要有荤 否则手艺人干活不出力 亏的还是自己 可留园外的妻子 赵夫人是一个非常小气的人 她见丈夫给的工钱高 心想 丈夫每日在工地监工 这帮手艺人 肯定不敢偷懒 于是 她为了扣下一点银子 每天招待工匠们的菜肴里 不仅荤菜少 而且量也少得可怜 那些手艺人干了半天活 本就鸡肠碌碌 可是吃两口菜就没了 最后只能生宴米饭 有一天 徐凤年拿着一个有石头硬的窝窝头 往嘴里送 一不小心磕掉一颗牙 他气得当场就摔了碗 让大家以后不要来了 赵夫人见状 指着徐凤年的鼻子骂道 你这个学艺不经的矛头小子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整天偷懒 你要不干就给我滚 徐凤年听了这话 冷笑一声说 这活我不干也行 你把这几天的工钱结给我 毕竟 他在这里已经干了五天 总不能白干一场 说出去让人笑话 赵夫人见徐凤年 向他要工钱 便讥笑道 你这半吊子手艺 还想要工钱 我不找你赔材料 已经是看在李师傅的面子上 说完 招呼孙六带着一帮家丁 把徐凤年往外赶 徐凤年见东家想赖账 便大声嚷嚷道 各位工友们 你们也看见了 他伙食不给我们吃 也就算了 干了活还不给工钱 今天赖了我的账 明天肯定扣你们工钱 这些工匠们一听徐凤年这话 觉得有些道理 便都罢手不干了 眼看这年官将近 留园外 想住上新房子 于是将妻子训斥了一顿 对着工匠们陪着笑脸 又将徐凤年 重新请了回来 赵夫人是一个小肚鸡肠的女人 她被丈夫责怪了一顿后 心里记恨着徐凤年 在干活的时候处处刁难 给工匠吃的伙食 总是一天比一天少 有时候菜里不仅没有一滴油 甚至还故意在菜里不放盐 这样一来 工匠们吃的自然也就少了 不过穷苦人为了养家胡为 只能隐忍不发 像赵夫人这样小气的人 不管怎么说都是没用的 说了只会报复更深 二十天后 留园外的房子建好了 在给工匠们结工钱的时候 赵夫人挑了一堆毛病 每个工匠都扣了一点工钱 尤其徐凤年扣的最多 赵夫人本以为徐凤年会带头闹事 可是对方领了工钱后 却是一言不发 转身就离开了刘府 只是赵夫人没注意到的是 徐凤年转身离去的时候 嘴角露出一抹耐人寻味的笑容 原日那天 留园外带着一家老小乔迁新宅 烟花爆竹 放得好不热闹 等忙到半夜 留园外感到疲乏困倦 便回到房间去睡觉了 可能是最近太累了 留园外刚躺床上一眨眼的功夫 房间里就憨声四起 半夜三更十分 留园外睡得正晨 却梦见有一只乌鸦在自家新宅的屋顶上 盘旋了几圈便落在了上面 然后不停地用嘴敲着屋顶 有一句在民间流传甚广的话叫乌鸦头上过 无灾必有祸 留园外起初以为只是自己做了一个梦 可是接下来的几天夜里 她每晚都会做着相同的梦 她开始意识到有些不对劲了 没过几天 赵夫人突然说自己一到夜里就头疼 而且是那种一阵阵的敲击 像是有人拿着锤子砸她的脑袋 让她头痛欲裂 留园外听到这些话 她一拍桌子懊恼地说道 一定是你扣了那些工匠们的钱 他们在咱家新宅上做了手脚 早就跟你说过 九老十八将 木匠最不能得罪的 在古时候 有三种工匠地位不高 却是没人愿意得罪 这三种分别是接生婆 挖坟匠和木匠 其中木匠既给活人制作家具 又给死人制作棺材 也就是红白喜事两拿 在民间被称为白火掌线 被人尊为十八将人之首 据传 木匠的祖师爷鲁班留下了一本《鲁班经》里面写了诸多风水秘书 而古代大多是木质毛损 毒散结构的房子 若是木匠在建房子的时候 动动手脚 这样一来后果就难以预料 留员外想到这些 后背一阵发凉 对妻子一顿指责 骂他千不该万不该扣那些工匠们的辛苦钱 他为了解决这件事 第二天便将那些工匠们都请到家里 这一次他让妻子好酒 好菜准备了一大桌 等工匠们来了以后 留员外二话不说 拿了一大袋银子往桌上一放 客气作一道 各位师父 前些日子见内不懂礼数 背着我扣了大家的工钱 这件事已经被我知晓 今天特被薄酒以表歉意 至于各位被扣的工钱 我双倍奉还 这些工匠们见留员外道歉诚恳 眼下这些工钱 又要了回来 便都原谅了对方 这时候 留员外拉着妻子突然跪下 随即声泪俱下说道 各位师父 求求你们饶了我们一家老小吧 我们知道错了 这些工匠们听了留员外这些话 面面相去 他们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等问清楚才恍然大悟 于是一个个都站起来保证这些事情和自己无关 这时候一个年纪大的木匠说了一句 刘老爷 今天这顿酒 你是不是少请了一个人 留员外看向妻子 只见妻子点了点头 小声说道 一个毛头小子 哪有这么大的本事 留员外一回想 知道妻子说的是谁了 定是当日跟他顶嘴的木匠徐凤年 他大骂妻子一声糊涂 没想到到了这个时候 妻子还在记恨当年那件事情 原来今天请这顿酒的时候 赵夫人特意叮嘱孙六 不要把徐凤年给请来 老木匠看着留员外说道 那小木匠我认识 他手艺学得虽然不精 可他的师父却是李纯刚 赵夫人连忙问道 李纯刚是谁 赵夫人这话说出来 下面工匠们都议论开了 话里话外都在笑话他头发长 见识短 留员外也是为妻子的浅薄无知 感到一阵害骚 便直接把妻子给骂走了 原来李纯刚的大名 在汝阴县早就如雷贯耳 在这座城里住了二十年以上的人们 对这三个字再熟悉不过了 二十年前 汝阴县城来了一个年轻的木匠 叫李纯刚 他被大将军徐骁召到府中做事 两个人因去为乡头结为异姓兄弟 没多久 大将军徐骁被奸臣诬陷造反 朝廷派大军包围了徐府 李纯刚得知消息后 手持铁斧 怀川磨斗冲进大军之中 本来李纯刚是可以救下徐骁的 可是对方却傲然说道 我徐骁医生 光明磊落 可以战死 但不能败逃 徐骁最终被朝廷大军万箭穿心射死 他在临终前看了一眼 李纯刚怀里的孩子 对着自己的结义兄弟说道 这孩子拜托你了 以后教他一门木工手艺 让他饿不死就行 千万不要为我报仇 李纯刚听了这些话 含泪答应了 随即一手抱着孩子 一手拿着铁斧 在大军的重重包围下冲了出去 皇帝得知这件事以后 念在徐骁当年的功劳上 下令不再斩尽杀绝 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 大将军徐骁虽是被奸臣所害 可是真正让他遭受杀身之祸的原因 却是功高震主 让皇帝有了猜忌 不管怎么说 二十年前这一战 让李纯刚的名字被无数人记住了 由园外得知徐凤年是李纯刚的徒弟以后 心里就已经知道 这件事只能他亲自去请老木匠李纯刚才能解决了 当天 刘园外就带了几坛好酒来到仲义乡 他远远的便看见村口的一间屋前 李纯刚正在教徒弟徐凤年砍削木头 他不敢打扰 便在一旁静静等着 在木匠工艺中 砍削是一项基本功 有句老话是这样说的 仪式斧头三年刨 木匠学徒要掌握豹子不容易 可用斧比用豹子更难 徐凤年刚举起斧头 李纯刚便在一旁说道 砍削木料时 落斧要准确 必须注视落斧位置 顺木纹方向砍削 手要掌握好落斧方向和力度用的大小 徐凤年应了一声 可斧头落下时 还是偏了了 李纯刚看了一眼继续说道 斧子落下时 以墨线为准 不要砍墨线以内 注意流出曝光厚度 用力不能过猛 要轻砍细消 用力过猛 容易使木料顺纹理撕裂 徐凤年照着师傅教的 又重新砍了一斧头 可是这次地面上的木头 却弹起来砸了他的脑袋 疼得他 哇哇直叫 李纯刚苦笑一声 其实这种状况 他已经预料到了 于是说道 记住 在地面砍梯时 木料底要垫上木块 这是为了避免损伤腐刃 另外 原木料平砍时 要将其放在木马架上 将它固定住 否则重击之下 一头轻一头重 打的就是你的脑袋 徐凤年白了师傅一眼 揉了揉脑袋上的一个大包 做了一个鬼脸道 师傅 别再让人家等了 原来 两人早就看到 躲在院子外面大树下的流园外了 李纯刚 走过去轻轻一笑道 在前面带路吧 我随你去一趟 等到了刘府的新宅子 李纯刚绕着屋子转了一圈 然后指着一口枯井说道 枯井里面有东西 赶快把它捞出来 再晚就大祸临头了 刘园外听了大惊失色 赶紧让府里家丁拿来绳子和水桶 在枯井中打捞 没多一会 就打捞上来一只落水淹死的乌鸦 和一个盛水的罐子 刘园外看着那只乌鸦和自己梦中 那只一模一样 吓得倒退了两步 他连忙向李纯刚询问道 李师傅 夫人之前多有得罪您的徒弟 还望您大人大量 不与一个妇道 人家计较 李纯刚闻言 呵斥道 你休要胡言 我那徒儿虽然顽劣 不过这件事却和他没有关系 这是你老婆闯的祸 刘园外向妻子看去 只见对方埋着头低声说道 我见有一只乌鸦 经常飞到院子里喝水 我便买来毒药 放在罐子里将它毒死 随手扔进了那口废弃的枯井中 没想到会是这样 刘园外闻言 气得失声痛哭道 你这个败家娘们 迟早会害了全家呀 哭过以后 他一脸汗颜的 看向站在李纯刚身边的徐凤妍 原来自始至终 这些罪都是他们自找的 而他却一直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父 徐凤年笑了笑没说什么 他记得师父曾经教导过他一句话 手艺不禁会被人嫌弃 但是人若没品 就会寸步难行 等徐凤年回过神来 他发现师父李纯刚已经走远了 于是喊道 师父 你等等我 写在最后 天下本无事 庸人自扰之 的意思是 本来这世上没有什么让自己烦恼的事情 很多时候都是自己瞎着急 惹出事端才为自己带来麻烦和困扰 在这个故事里 留园外的妻子赵夫人是一个非常刻薄的人 他对干活的工人吝啰 而且心胸狭隘 喜欢记仇 所以在自家建房子这件事上一波三折 惹出了时端 留园外得知这件事后 有欠考虑 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 便认定是徐凤年做的手脚 这种想法实在有些自私 而徐凤年虽然学艺不经 可是并没有在这件事上与他们计较 因为他始终记得师父李纯刚的教诲 人可以没本事 但是不能没品行 在现实生活中 我们身边也不乏有这样的人 如果你对别人过于吝啬 慢慢的 你就会失去身边的朋友 到最后才发现 自私的行为不仅伤害了别人 也伤害了自己 最后 希望这个故事 可以让我们记住这样一句话 做一个简单的人 他是儿务实 不要沉溺幻想 也不要庸人自扰 唐朝初年 嘉兴府蒲苑古镇 有一位名医叫张守德 此人医术高超 医德高尚 他不会多开一味药 除非必须 否则绝不会用贵药 另外 病人没银子或银子不够 他也会给病人治病或拿走药 总之 他的出发点 是让病人花最少的银子 由于收的诊金低 卖的要利润低 所以 张守德在蒲苑 并不是大户人家 欠张守德账的人 但坏账也很少 穷人最讲信用 有的人几年了才来还 张守德有一女叫张如意 打小有腿疾 轻微薄脚 但面容娇好 十年八岁 店里有两个伙计 一个厨娘 妻子罗氏自从生了女儿后 不能再孕 这年腊月二十八 风急雪咒 蓄洒江南 一到年关 看病的人很少 店里的伙计和厨娘 已经放假 中午 张守德准备去集市 买些过年的菜 出的门来 他发现了一个十岁左右的男童 身着单衣 穿一双前面露出脚趾头的布鞋 小脸冻得通红 双手环胸 瑟瑟发抖 凭他干净的头发判断 他不是乞丐 仔细一观察 他明显跟人打斗过 嘴角和眼角都有伤痕 孩子 你是哪里来的 叫什么名字 怎么回事 张守德的三连问 把男童问得哇哇大哭 男童就像找到了依靠 委屈和伤心的泪水 掉落在这狂舞的雪花之中 张守德知道 如果没有太多的委屈 男童绝不会这样做 但男童释放得差不多了 张守德才说道 还哭的话 我就走喽 这一招真管用 男童带着哭腔说道 老爷 我娘病了 他叫我到镇上来买药 可是到了镇上的时候 有三个男孩子 抢了我的银子 还打了我 男童实在说不下去 又哇哇地大哭起来 边哭边说他不能回家 买不到药 他的娘就要死了 孩子 莫哭 跟我走 过了元宵节 店里的伙计和厨娘 相继来上班 这时候 病人依然很少 正月十九 外面有太阳 张守德出来透透气 没想到跟一个小男孩 撞了一个满怀 他定眼一看 这不就是腊月二十八所遇到的 那个小孩 钱旺多吗 钱旺多 憋着眼泪 强忍着哭出声来 说道 老爷 我娘已经死了 这个世界上 我再也没有一个亲人了 我娘在临死之前说 人要奖信用 没有银子付你的药费 让我给你做事抵账 如果你不需要 也要给你说一声 等我有银子的时候 就还给你 听了钱旺多段段续续的诉说 他不由地对男童的母亲 有了尊敬之意 一个奖信用的母亲 即使贫穷 也不丢掉做人的优良品德 这样人家的孩子 一定是好孩子 孩子 那三包药的费用 就不用还了 你以后有什么打算吗 老爷 我娘临死前告诉我 让我一路乞讨去宁波府找表姑 如果找不到 或者表姑不认我 就叫我做乞丐 长大后 有力气了 就去做事 让我千万不要做坏人 张守德再次拉住了 钱旺多那冰冷的小手 钱旺多坐在张守德后院的屋里里烤火 见到一张漂亮的小脸蛋 在门外 偷偷向他张望 他一下子站起来 立得端端的 一动不动 看到男孩这样 外面的小女孩笑个不停 这时 张守德带着妻子罗氏进的屋来 看到小男孩如此胆小的模样 罗氏也笑出声来 向张守德点了点头 就这样 当着伙计和厨娘的面 钱旺多跪下 向张守德拜了诗 旁边的张如意小姑娘 高兴地拍起了手 罗氏是识的字的 他除了交女儿 还开始教钱旺多 张如意因为诗字比钱旺多要多些 平时也教他 虽比钱旺多小两岁 他却让钱旺多叫他师姐 钱旺多这一教 就是十年 在这十年里 钱旺多学会了诗字 从简单的汤头割到摸脉开方 到复杂的真酒 一个真心教 一个亡命学 如今他是德心应手 名声不在师父之下 当然 钱旺多不但学会了医术 还紧记了师父所传的医德 他在工作上兢兢业业 对待师父 师母恭恭敬敬 在如意姑娘面前 更是规规矩矩 所有这些 张守德看在了眼里 罗氏也看在了眼里 张如意偷偷喜欢在心里 这些年来 张守德夫妇 把钱旺多 当亲生儿子一样看待 如意开始把他当哥哥 后来 姑娘家长大了 就有了小心思 他对钱旺多的过分热情 当父母的自然 更是看在了眼里 一日 师父 师母找钱旺多 问他是否喜欢如意 聪明的钱旺多 立马跪下磕头 把藏在门外的张如意 好一个甜 按照风俗 钱旺多成上门女婿 得改姓张 张守德带钱旺多来到 唐屋祖宗牌位面前 让他跪下 正式改名张旺多 让他任张家的祖宗 没多久 张家举行了隆重的婚礼 有人对张旺多悄悄指着点点 说他走了狗屎运 人才两得 张旺多在敬酒的时候 即使别人声音再低 多多少少几个字 还是听得进去的 他假装 什么都没有听到 也有张家的同辈亲戚 边喝酒边半开玩笑地 对他说道 钱旺多 你胆敢对如意不好 定叫你 不得好过 钱旺多 唯唯诺诺 一副谨小慎微的样子 婚后 张如意温柔贤惠 与张旺多是恩爱有加 一时间 张旺多犹如在做梦一般 本来就要做乞丐的他 如今不但成了名医 还拥有了美娇娘 一时间感觉人生之美好 亦不过如此 又过了十年 张守德逐渐退出了他热爱的事业 与妻子陪同孙子孙女 享受天伦之乐 这样 整个药店的生意 就交由张旺多打理 他既要进药材 还要给病人开处方 整天忙得不亦乐乎 妻子张如意更是对他体贴入微 但是 某一天张守德发现 张旺多不再叫女儿师姐 开始叫味 女儿也没了从前的骄傲 对张旺多更是顺从又卑微 而以前什么都要请教 请问自己的张旺多 张守德才发现 自己已经好久没有和他谈过话了 张旺多何以有如此表现 这还得从两个月前 给张家公要材的客商王大能身上说起 王大能的父亲与张守德是之交 如今年是已老 生意交由王大能打理 王大能与张旺多年龄相当 两人经常开玩笑 关系特好 有一晚 在征得家人的同意下 王大能把张旺多带到了嘉兴府 说是让张旺多帮忙辨别一些药材 结果却把他带到了著名的最红楼 在最红楼温暖如春的包厢里 张旺多享受到了绝色美女的服务 在王大能给了美女一大订银子后 美女端来了一瓶酒 并端来了几叠小菜 第二天 当慢慢醒来的张旺多发现了身旁的美女 不禁吓出了一身冷汗 这可是他与妻子成婚这么多年 第一次没有在家过夜 惊慌失措的张旺多下得楼来 却发现了笑咪咪的王大能 张旺多心有余悸 说道 兄台 你可害苦我了 你看着 王大能哈哈一笑 男人会赚银子 不会花银子 就是一个大傻瓜 兄弟昨夜良辰美景 是不是意犹未尽呢 想起昨夜做新郎 张旺多一下子不再作声 也哈哈一笑 兄台 你实在是坏 有了第一次 就有了第二次 有了天衣无缝的谎言 就会习惯成了自然 原来 有银子的感觉那么好 原来 人还可以这样活 想想 这么多年 在师父 师母 师姐面前 她是那么的低到尘埃里 生怕一不小心 得罪了谁 她就会被赶出张家 她怕冷 怕恶 怕别人打她 她从来都只是笑脸对别人 想不到也有人向她讨好 对她弯腰 任由她胡作非为的时候 原来 银子可以买到尊严 于是 她给王大能的药材价格有了改变 她给病人开的药方 也有了改变 所谓黄金有价要无价 病人看不出来 但瞒不了张如意 更瞒不了张首德 当然 她的理由是 水涨船高 同行竞争 适者生存 当然 王大能带张旺多去嘉欣府的时间更多了 而有一天张旺多发现 那个她喊了二十多年师姐的人 原来是那么的不顺眼 她不但脸上有皱纹 而且 走路还像鸭子一样 简直是丑陋至极 张旺多自己也不知道 从何时开始不再叫师姐 她只是感觉到 妻子对她的爱 真的很卑微 是有凑巧 又是一年腊月二十八 一样的风急雪咒 张首德无意看到了多年前相似的一幕 一个小男孩 向张旺多伸出了洞红的小手 可张旺多 一点碎银不给不说 还一把推开了挡他道的小男孩 张首德赶忙去了后院 眼睛有点湿润 他在担心 在开始后悔 后悔自己看了一辈子病 结果却看走眼了人 可惜的是 自己没几年可活了 有一天 张首德把女儿叫到跟前 跟他说了好多好多 前后两年 张首德夫妇先后去世 张旺多完全掌握了经营大权 张如意 会席医术 既不如丈夫 但还是比一般的医馆 坐堂囊中要强 张如意牢记父亲的话 尽量对丈夫有所束缚 结果却遭遇了冷暴力 他已经记不起 他们多久没有行夫妻之礼了 张如意唯一满意的 就是他的一双儿女 儿子俊来女儿翘 只要全家平平安安 什么都无所谓 有一日 王大能在最红楼 给张旺多介绍了一个北方的朋友 说此人背景强大 实力雄厚 问他是否愿意去京城干一番大事业 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来人还风趣地说 天子脚下的美女 可比嘉兴府的美女 另有一番风韵哦 已经深谙风月场所的张旺多 背上突然好像多了虫子 养得慌 张旺多决定带全家去长安发展 去干一番大事业 他想卖掉店铺 却被妻子强烈反对 最后作罢 到了长安 朋友熊辉真的是神通广大 在王大能的投资下 张旺多的衣馆隆重开业 不过张如意发现招牌上 写的是钱旺多医馆 现在张如意已经没了任何发言权 安心培养儿女 相比名义上的夫妻 让他寒心 张旺多又重回钱旺多 根本算不了什么 花天酒地已经是钱旺多的常态 他给人下的方子 怎么贵怎么来 在京城里当老板就是爽 富贵人家 多的是 只要你看好了病 银子根本不在花下 不过 京城里的穷人 还是有的 他们想找钱旺多看病 那就是一种奢望 更多的原因 他们看不起 张如意也给人看病 但他的名头 没有丈夫想 开得要又便宜 反而那些富人不相信他 不过 很多女人 得到过张如意的治疗 便口口相传 说钱老板有一个会看病的妻子 早在嘉兴仆院的时候 钱旺多已经开始在药方上动手脚 张如意是知道的 不用说 在长安城这个富人多如牛毛的地方 钱旺多肯定不会手软 然而 更让张如意想不到的是 有一天 他居然发现了库房里的药也有问题 他尝了一下人身 舌头有点麻 断定是伤路根 桂园一看也是假的 俗称 疯人果 不但没营养 还对人体有害 党身的颜色也不对 成雪白色 他听父亲讲过 这是被刘皇勋争过的 张如意吓得浑身发老 这不是一个医者所为 这是打着医者人心的旗号 干谋财害命的勾当 他钱旺多 已经坏了良心 那天晚上 张如意结婚这么多年来 第一次与丈夫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钱旺多字之理亏 连忙说都是王大能的货 还说他去确认之后 一定要把这些货烧掉 当张如意在去库房的时候 已经空空如也 其实 这些药 只不过让钱旺多和王大能 换了一个地方而已 钱旺多交往的人 越来越非富即贵 是因为 有一天 雄辉来找钱旺多去太子府 受宠若惊的钱旺多 诚惶诚恐地跟了过去 他的确医术高明 要到病除 让太子李建成的病很快就好了 至此 钱旺多这个名字 就是神医的代名词 有了靠山 钱旺多与王大能 不但自己家卖假药 还迫使同行进王大能的货 不然 只要雄辉一出面 要么被打断手脚 要么没了性命 钱旺多 可以当作张如意的面 与丫鬟搂搂抱抱 多数时候 夜不归宿 有一天 钱旺多说 要出一趟远门 他要去黄河下游 去治瘟疫 这个美差 是由雄辉推荐 太子亲自批准的 黄河水灾 百姓遭受瘟疫 朝廷拨款十万两黄金抗疫赈灾 这一趟 雄辉 王大能 钱旺多 赚得盆满钵满 张如意知道他们的鬼把戏 是他躲在屏风后面亲耳听到 他们三人喝酒酣畅时 亲口说出来的 为了八戒太子 钱旺多代表药商 每年主动给太子一半的股份 有一日 钱旺多从外面回来 没看见妻子儿女 问家仆 说他们 昨夜就出发 回嘉兴老家去了 钱旺多有一点点失落 但马上想到 昨夜 销魂的美人 正好可以把他取进门 不由 心情大爽 到了卧室 在梳妆台 发现了 张如意留下的信 你已不是昨日的你 而我还是昨日的我 愿你在京城飞黄腾达 我带子女返回故乡 住好 走了好啊 钱旺多感觉到从未有过的轻松 当太子登基以后 封自己一个大官 到时候 衣锦还乡 看你还不跪下来迎接 张如意当初坚持不卖掉老宅 是父亲告诉他 钱旺多这个人容易忘本 靠不住 让女儿多长一个心眼 张如意走后 钱旺多三天后就娶了妾 过了半年 又娶了一个 唐高祖武德 九年六月初四 秦王李世民 发动了玄武门政变 太子李建成 被秦王亲手射死 接下来 雄辉被抓 供出了 王大能与钱旺多 曾给太子提供的资金支持 王大能与钱旺多 如实交代了卖假药的事 不日处斩 张如意依然在蒲苑 给穷人看病 京城来人调查 发现张如意和钱旺多 虽是夫妻 却与本案毫无关系 张家儿女想给父亲 在唐屋立个牌位 张如意说道 不准 他不配 白魏故事会 所谓医者人心 张守德 才是真正的表率 在看钱旺多 本要做乞丐 却被张守德收养 并传以医术 虽然 钱旺多变坏 表面看起来 是受了王大能的诱惑 实质是他从小的自卑心理 在张家小心翼翼的过日子 长期的压抑 让他扭曲的性格 得到了释放而已 他从外面的刺激里 发现了银子可以买尊严 发现富人别样的人生 发现了自己妻子的丑陋 于是 他开始疯狂离开 无关紧要的药 高价药 到最后卖假药 甚至到贪污朝廷 致瘟疫的银子 一步一步 他从失去原则 到失去人性 逐渐不是一个医者 还想当官 迷失了医者出心 他最终的死 是恰如其分的罪有应得 善良者 不忘出心 一定会得到好报 但愿世上少疾病 宁愿架上药生辰 清朝雍正时期 江南卢州府金斗县 有一个民间高手叫袁芳 他从小在青城山拜师学艺 不仅学了一身高强武艺 还有一手训寿本领 被他的训过的山中野兽 像能听懂他讲话一般 这一年 雍正皇帝效仿康熙巡游江南 听闻原方的名声后 便想召对方为朝廷所用 可是几次派人去邀请 都被原方给拒绝了 对方说 我是一个江湖人 还是喜欢江湖的自在逍遥 雍正听下面人说完 气得拍碎桌子骂道 好一个原方 朕如此盛情 竟不知好歹 就在雍正皇帝大怒的时候 是为统领马子龙在雍正耳边说了些什么 对方眼睛一睁 满是惊讶地喊道 来人 让卢州之府柳林来见我 雍正一声令下 卢州之府柳林屁颠颠地就跑了过来 战战兢兢地站在皇帝面前 他心里忐忑 不知道皇帝为何动怒 雍正眉毛一调 目光一摟 就吓得对方双腿发软 随即呵斥道 柳林 你好大的胆子 竟然招兵买马 图谋造反 朕要治你的罪 正所谓郁家之罪何患无辞 柳林就这样 不明不白地被关进了大牢 很快这个消息 就传到了柳林的女儿柳叶儿耳边 她为了救父亲 每天都在皇帝行宫门口喊冤 可是却无人理会 这时候 有一个男人走到柳叶儿身边 小声说道 姑娘 如今要救柳大人 只有一个办法 柳叶儿盲问道 先生 求求你告诉我 什么办法 能救爹爹 那男子皱着眉头说 这个办法 只怕你不肯 柳叶儿哭着说道 只要能救爹爹 我什么都肯 这条命 都可以豁出去 男子听后说道 再过几日 皇帝会在江南挑选妃子进宫 只有到了皇帝身边 才有机会为柳大人说情 柳叶儿听了这个消息 表情一脸为难 这样一来 她就从此失去自由了 三日后 皇帝选妃 花容月貌的柳叶儿 被雍正一眼相中 当场封她为云妃 柳林作为国障 自然也被无罪释放 雍正抱得美人归 以后心中大喜 便与云妃去交游踏青 没想到半途中 天上两只飞鹰突然俯冲而下 直接朝雍正袭击而去 这两只飞鹰来势汹汹 旁边的护卫都被利爪抓伤 皇帝吓得躲在马下 瑟瑟发抖 幸亏是为统领马子龙出手及时 大刀一挥逼退了飞鹰 雍正须经一场以后 龙颜发怒 誓言揪出幕后真凶 这时候下面就有人说了 皇上 听闻江南群山的野兽 都听奈原方调遣 此事会不会是他指使飞鹰干的 雍正向来疑心重 他立即下令全城搜捕逆贼原方 可奇怪的是 原方像是提前得到消息一般 住的地方已经没有人了 全城掘地三尺 也不见任何踪迹 很快通缉令就传到了江南各地 捉拿侵犯原方成了地方大员的头号任务 这一天 侍卫统领马子龙在外面忙活了一天 回到自己家中 竟然在房间里看到了大家都在搜寻的原方 马子龙赶紧关上房门 走到近前官妾问道 师弟 现在全城都在搜捕你 你怎敢来我这里 原来 原方和马子龙是同门师兄弟 两人学艺出师后 就各奔前程 原方喜欢江湖的自由 马子龙贪恋朝廷的荣华 就这样都凭借自己的本事闯出了一番天地 原方叹了一口气说道 师兄 如今全城戒严 只有你能救我了 马子龙宽慰了一番 让对方别急 他会在晚上安排船 让原方去海外避避风头 两人匆匆吃了一些饭后 马子龙就出去了一趟 回来后说道 师弟 我已经安排好了 你换上官兵的衣服 等会从后门出去 到了码头直接上那条货船 他会带你出城 原方一抱拳 感动道 师兄 以前我笑你 做了清朝的走狗 现在真是惭愧 马子龙笑了笑 丝毫不在意地说道 我们是师兄弟 以前的事情 还提他干嘛 我可记得当初 拜在师父门下 共同启示说的话 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 两人说完 相视一笑 原方出了马子龙的住处 从后门的一条小巷 一指码头 方向走去 可是走了一会 原方发现有些不对劲 前面的小巷越走越窄 再往前面 竟然是一条绝路 原方心中不敢相信 难道连曾经最亲的师兄弟 也出卖自己 这时候 他耳边听到细碎的脚步声 而且越来越多 当下他不急多响 吹了一声口哨 让头顶的飞鹰离开 可那一对飞鹰很是通人性 一直在他头顶徘徊 就是不肯离去 这时候 原方耳边听到脚步声 越来越近了 于是朝天怒吓一声 你们快走 如果你们死了 谁来帮我报仇 原方说完 两只飞鹰像听懂了似的 他们在夜空哀嚎一声 盘旋了几圈就冲天而去 下一秒 整个窄巷子就被清兵围堵得水泄不通 为首之人正是马子龙 原方知道是对方背叛了自己 咬牙切齿地说道 师兄 我没想到你会这样做 难道我们师兄弟的情分在你眼里真的一文不值吗 马子龙冷笑一声道 道不同不相为谋 我既然已归顺朝廷 自然为皇上办事 师弟 你还是束手就擒吧 我在皇上面前求情 或许能留你全尸体 哈哈 真是可笑 自打我入江湖的那天起 就眉头祥任输过 你等着 我的飞鹰迟早会来报仇的 原方大笑一声 眼中毫无畏惧 放箭 马子龙知道对方的身手 单打独斗 他不是对手 便直接下了死命令 随着一声令下 从四面八方射出来无数根箭时 眨眼间 原方就被万箭穿心 原方刚被射死 雍正皇帝就赶到了 他问道 子龙 我让你活捉他 你怎么下令将他射死 马子龙跪下负命道 回皇上 原方武艺超群 而且还有飞鹰相助 他们拼死反抗 微臣不是对手 只好下令将他格杀 以防他再指使飞鹰伤了皇上 雍正一听 想到当天被飞鹰吓得窘境 他也没再追究下去 马子龙因为诸贼有功 被皇帝破格提拔为御林军总管 这一次难寻的安全护卫 由对方全权负责 这一天晚上 马子龙刚执完班回去休息 府里下人惊慌失措地跑过来报信道 大人 不 不好了 出大事了 马子龙虎目一瞪 呵斥道 慌慌张张的 成何体统 有什么事快说来 下人回道 皇上给大人遇刺的黄马卦 今天晾在院子里 不知怎地 就不见了 马子龙听了这话 心中一惊 丢失皇帝 遇刺黄马卦 可是死罪 这件事的风声绝对不能传出去 他赶紧跑到院子里查看了一番 竹竿上的爪痕非常清晰 他顿时明白 这一定是飞鹰回来找他复仇了 他立刻命令封锁府门 然后召唤出一批死士 将府中知道这件事的下人都秘密处死 只有这样才能保住他丢失黄马卦的秘密 当天夜里 马子龙翻来覆去无法入睡 他起身走到窗前 思索着下一步该怎么办 如果飞鹰不除 日后迟早酿成大祸 这一天早晨 马子龙向往常起来穿好衣服去值班 半道上却突然杀出一伙人 他双拳难敌四手 很快被这群来历不明的人砍伤 全身是斜躺在地上不起 那伙人看了一眼地上的马子龙 就转身跑走了 正在这时 一只飞鹰突然从天上飞落下来 刚要去拙的上马子龙 一张巨大的丝网从四面飞来 把飞鹰牢牢地网住了 随即接到的房顶上跳下来 几个黑衣人 原来这一切正是马子龙部的局 他故意演了一番苦肉计逼飞鹰现身 他好趁此机会铲除飞鹰 这时候 空中传来一声哀嚎 另一只飞鹰见同伴被抓 急得一直盘旋 马子龙赶紧下令放箭 却都被飞鹰躲了过去 他从手下那里接过一把弓 然后瞄准了天上盘旋的飞鹰 手指一松 一根急速飞行的箭矢射了出去 正在这时 地上那只被网住的飞鹰凶狠地扑斥 利爪撕破撕网 飞了出去 一下用身体挡住了那根飞出去的箭矢 羞的一声 刚刚破网而出的飞鹰被利剑射中 身体抛飞了出去 另一只飞鹰扑斥一扇 闪电般飞来接住了同伴 紧接着双翅一扇消失在黑夜之中 底下一群人看到这一幕都惊呆了 他们从未见过如此训练有素的猛禽 马子龙一双眼睛变得无比阴冷 他千辛万苦设下此局 却不料还是让一只飞鹰活着逃脱 接下来两天非常平静 皇帝和云飞四处玩山游水 没想到第三天晚上 云飞在回行公图中突然神秘失踪了 不久后雍正就收到一张匿名纸条 云飞在小孤山上 要想让他活命 拿十万两黄金来换 雍正对此事大发雷霆 在他眼皮底下 自己的爱飞竟然被一帮土匪给劫走了 于是他下令要清剿土匪 务必救出云飞 小孤山在宿松县 地处偏僻 山路崎岖险耀 马子龙领了皇命 亲率装满十万两黄金的车队赶往小孤山 等到了地方 马子龙大声喊道 你们要的银子运来了 快把云飞放了 否则我一把火烧了这山 正在这时 小孤山上烟尘四起 众人闻到一股迷香 马子龙一皱眉 惊呼道 不好 中计了 烟雾有毒 大家捂住口鼻 可是话音刚落 跟随车队来的清兵们都到了下去 马子龙功力高深 眼见情况不对 立即蛇身逃跑 可下一秒 一只黑鹰从空中急飞而来 一双利爪朝逃走的马子龙抓了过去 马子龙抽出大刀和飞鹰抵抗起来 凭借着自己的一身武功 将飞鹰砍得羽毛 纷飞 浑身是血 马子龙冷笑道 就凭你一个畜生 也想报仇 不自量力 这时候 飞鹰一声哀嚎 竟然口吐人言 你卖有求容 我看连畜生都不如 去死吧 没想到飞鹰居然能说话 马子龙顿时吃了一惊 就在他愣神的这一会儿 一枚飞镖寒光似的 从旁边的一处山洞中飞了出来 啊 是谁 马子龙一声痛苦惨叫 刚刚他一时大意 两只飞镖竟射中了他的胳膊 飞鹰见状 直接飞扑过去 啄瞎了他的眼睛 马子龙反应非常及时 一刀灰砍而出 直接将飞鹰一边 翅膀砍断了 飞鹰也落在地上 痛苦嘶吼起来 马子龙对着洞口喊道 快出来吧 我知道是你 云飞娘娘 其实刚刚他就想明白了 飞鹰不可能说话 那么只有一种可能 这附近藏着人 虽然说话的难声 但是他想起来 师弟元方 还有一种 行走江湖的技能 那就是富裕 不过 元方是他亲眼看到 死于乱箭之下的 最后 只剩下一种可能 元方生前 把富裕的技能 传给了云飞 说话间 柳叶儿果然从山洞中走了出来 他冷眼看着对方说道 往元方当你是兄弟 没想到你竟然出卖他 马子龙装作一脸无辜的样子 叹了口气 我也是被逼无奈 只是身在朝野 各位其主 师弟得罪的是当今皇帝 又能逃到哪里呢 柳叶儿抽出腰间软剑 直接刺中对方胸口 斥责道 你这种人 为了荣华富贵 连情意都抛得一干二净 死有余辜 马子龙看了一眼流血的胸口 他凄惨一笑 知道自己已经活不成了 这时候 他笑得更疯狂了 然后阴阳怪气地说道 哈哈哈哈 你看清楚我是谁 柳叶儿盯着对方的脸 看着 下一秒 对方的面目一变 竟变成了当初帮他出主意救父亲的那个男子 到了这一刻 柳叶儿终于明白了事情的真相 原来 从头到尾都是马子龙的阴谋诡计 对方在雍正面前吹嘘师弟元方的本事 知道雍正皇帝喜欢招揽民间高手 为己所用 他又给雍正出了一个主意 说原方是柳林的女婿 他们私下勾结 图谋造反 如果趁机将柳林问罪 原方势必会归顺朝廷 可是马子龙的真实用意 却是不想原方归顺朝廷 因为他知道原方的本事比自己强 万一原方归顺朝廷 他就会失宠 这时候他想出一个主意 便易容成另外一人 告诉柳叶儿只有参加选妃 才能救自己父亲 柳叶儿就父心切 便听信了对方的话 没想到雍正皇帝见到柳叶儿后 却是一眼相中 原方和柳叶儿本是一对情侣 他得知消息后 痛心不已 整日买醉 身边的飞鹰见了心中不愤 便袭击了被蒙在鼓里的雍正皇帝 柳叶儿得知原方生死的消息后 心如死灰 一心想为爱人报仇 便暗中指使飞鹰偷走对方玉刺的黄马卦 没想到马一龙实在太狡猾 使出一招苦肉计杀害了一只飞鹰 剩下一只飞鹰想报仇就更难了 最后柳叶儿只能亲自出马 于是想出了这样一个被人劫走的计谋 他就是要借助小孤山的陷阱 彻底铲除这个人面兽心的大恶人 马子龙死后 柳叶儿将一对飞鹰的尸体埋在了一起 随后他用长剑在小孤山的悬崖峭壁上留下了一句话 自别后 一相逢 几回魂梦与君童 今宵圣把银红烧 有恐相逢是梦中 柳叶儿说完以后 回头看了一眼埋在一起飞鹰 他纵身跃下了万丈悬崖 当雍正皇帝得知这一切真相后 心中悲愤不已 从此以后 他不再贪图享乐 回到京城每天呕心沥血处理朝政 终成了一代明君 写在最后 天若有情天亦老 越如无恨越长远 的意思是 如果老天有情义的话 也会因为爱恨的情绪悲伤衰老的 假如月亮不知道悔恨 那么他应该是一直圆满的 这个故事中 让我感触最深是那一对飞鹰 他们为了帮主人报仇血恨 连生命都在所不惜 在同伴面临危险的那一刻 硬可牺牲自己 也要救下对方 无论什么处境 他们彼此始终不离不弃 而与之相反的是 马子龙这个人 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 不惜卖有求荣 连同门的情谊都弃之不顾 最后有这样的结局 也算自食恶果 在我们现实生活中 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的情况发生 只有当自己落魄的时候 才深刻体会人情冷暖 自己知这句话的道理 有时候甚至发现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 还不如那些动物纯粹与忠诚 最后 希望这个故事 让我们都记得这样一句话 千万别辜负别人对你的信任 因为伤害一次 情分就减少一点 最后吃亏的还是自己